一人统筹 一人统筹长得漂亮是必须的 长得丑一人 看见你之后都不想说话 你怎么跟他沟通 全新板块 这个职业很特别 探索你不知道的行业秘密 大咖 我们求着他 小艺人 他们会追着我 天天给我打电话 要用你所有的办法去完成它 能不能把它找过来 那个是你的能带 我接了七十多个电话 就接不进来 我们一人统筹 职业里面最难做的一件事情 现已购得自己的一辆爱车 并且现在有存款十余万 毕业买车有存款 对物质追求 还需职场精确定位 你是略高了33%的 为什么订这样一个新车 是我的是最高的 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那你到底是在金钱和安稳上 你选择了哪个呢 金钱是每个人都渴望的 你现在已经在犯错误了 以什么标准来选这个老板 因为段总年龄比较大 年龄比较大 我有阅历 非你开播的时候 我就已经投了简历 七年之约得偿所愿 骑驴掌马惹老板质疑 你总有个求知动机 就毕竟你现在捧了个饭碗 今天来到这里 是给自己完成一个心愿 不是那你这心愿要完成了 那你这个企业不就对不起人家了吗 我觉得你太自私了 因为里边可能有一些 不解释了 没关系 你给老板做策划案的时候 就是这种东西给他看到吗 这个手稿我是想呈现 我的最初的想法 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你这水平绝达不到两万 一万都是多的 好吧 我心里那股劲 按都按不住 宝刀未老志在千里 超强亲和力 能否征服众老板 敏感度和动察力方面还弱一些 哪一个事情你认为是最满意的 最能体现你价值的 我这个亲和力大家都看到了 对面优秀的男士看过来 这个女人很精彩 快点快点爱过来 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扑蕾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大家请坐 欢迎来到天青卫视 非女莫属 我是扑蕾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热烈的掌声送给稍微老板 来 我们介绍一下新朋友 欢瑞经济的CEO 江磊 掌声欢迎 波视团新成员江磊 欢瑞世纪副总裁 欢瑞经济 欢瑞营销CEO 国内知名影视策划人 制作人 代表作古镜奇谈 盗墓笔记 大唐荣耀的 尤其掌管的欢瑞经济 更是相继推出 李一峰 陈伟霆 杨阳 杨子 任嘉伦等年轻演员 我们菲尼莫属 又开了一个新的板块 叫这个职业很特别 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每个行业当中 都有它的精巧之处 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行业 那么今天我们 所有请到的 这个行业的两位精英 他们的一些工作意识 应该是在场很多 年轻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天天和明星 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他们就是艺人的管家 俗称艺人统筹 观众们都非常喜爱的 热门组艺 大型晚会 明星自然是台前最光鲜的 其实这些节目 往往是有几百人的团队 在幕后默默努力着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片尾字幕 好长好长 在这么长的名单里 有没有注意过 这样一个岗位 一统 全称是艺人统筹 他们是离明星最近的人 大到春晚 综艺 真人秀节目 小到各种活动 发布会 都离不开艺人统筹的 悉心安排和推广 他们手窝各路艺人的资料电话 只要有需要 没有他们联系不上的明星 这个职业 是不是真的很特别呢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你好 你好 来 我们先做一下 简短的作为介绍 大家好 我是老艺统 基本上是在2009年到11年的时候做过两年 然后我现在是在阿里巴巴 大文娱 大油库事业群 然后我做制片人 已经转行了 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徐航 你刚才说你是个老艺统 还没说你有多老呢 女人的年龄是保密的 她32岁呢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孝文 做这个行业有些年头了 不比我这位旁边的这个同事同仁 然后少 节目其实蛮多的 因为是几乎是合作变了 国内的几大电影节也是合作变了 那接触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说还挺热爱这个行业的 我们说一下怎么入行的好吧 当年是什么兴趣 早是入了这一行 我是这样的 我是最早就是做编导的 然后是通过一双慧眼节目的制片人 可能觉得我这个人情商比较高 形象又很好 然后所以就当时 刚好缺这样的一个岗位 那说那要不然徐航你试一下 我试了两次之后 还不错 对制片人相对比较满意 所以我就开始了两年这样的工作 对 你呢 我以前是艺人的经纪人 你更专业一点 他是从做节目开始的 其实我觉得做节目 更对于这个统筹工作是有帮助的 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因为对这个行业好奇 是不是没什么门槛 谁都可以做 你们对这些人说说 到底有没有门槛 我觉得门槛其实挺高的 这个行业很容易淘汰人 我们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 感觉你人行不行 就是人好不好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亲切的 这种亲切感 然后另一个来讲的时候 就是你的谈吐 会不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如果舒服了 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能不能走上来的是脑子 比如说你明白是拒绝了一个人 然后但是呢 说出去之后 人家说那好 我就不来了 我特别开心地不来了 但是你就是要拒绝他 做艺人统筹 跟艺人一样 要长得漂亮吗 我看你们俩颜值也不错 我个人觉得 长得漂亮是必须的 就长得丑还不能做艺人 你长得丑艺人都 看见你之后都不想说话 你怎么跟他沟通 你看着我这样说干什么 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艺人统筹好不好 艺人统筹我觉得简单来说 就是为节目啊 颁奖礼啊 发艺人的 就给他打电话 叮叮 然后我们这个是 非你莫属节目的 我们邀请你过来参加 我们的节目 大概什么时间 然后有什么样的要求 大概什么样的费用 那大概是这样 然后你会不会来 咱们能不能说一下 你们在工作生涯当中 最难弄到的一个电话 最难找的一个艺人的电话 别人都不愿意给 你怎么弄到的 我们没有找不到的电话 你想要是你现在说 我马上就能想办法 你不是说要得到 就是有的时候 你打电话过去 可能别人不愿意来呢 你怎么搞定 比如说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做一个 简单的这个测试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非常重量级的天王 李淑玲 你要请他来做一期节目 他愣是不愿意来 怎么办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李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本届组委会的 艺人负责人 我叫孝文 你好李老师 那个我们这个 下个月的18号来举行 然后在我们的首都北京 我们特别想邀请您 作为本届的开颁奖嘉宾 因为您的艺术成就呢 是非常非常的了得的 多少号 下个月18号 我没挡 那老师您看这样行吗 就是说您先记下这个事情 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跟您来去沟通 来确认您是否真的有时间 或者没有时间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来告知您 好不好 好 到时候跟我助理联系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这个刚好就是我们艺人统筹 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我们这个职业里面 最难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咖 我们求着他 让他来 特别费劲 这真不是一个电话 两个电话 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能搞定的事情 那反之一些所谓的小艺人 他们会追着我 天天给我打电话 然后又是一会儿短线 一会儿又是小礼物 然后一会儿又助理打电话 一会儿又推了新作品 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职业 经常遇到的问题 对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刚才你们说 正好说到就是说 没有找不到的明星 因为所有的明星通讯录啊 都在艺人统筹的手里面 对吧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牛的艺人统筹呢 就是我有 谁谁的电话号码 你没有 但如果大家的电话号码 数量是相同的 我姑且这么认为啊 未来一个顶级的艺人统筹 和一个一般的艺人统筹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 电话号码 是大家共享的 就是能不能把它找来 那个是你的能带 那个就是看你 到底是一个大艺统 还是一个小艺统了 就是 我不相信艺人 在通一个电话的过程中啊 一个大艺统 比如说我叫刘慧普 我比这个 李浩阳要厉害 我打过电话 人家愿意听我的口条 这些刷特温柔 肯定不是这原因我觉得 对 不会因为 这是这里面的区别 比如说这是王牌一统 他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个大艺统 是他的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和他的人脉 还有他的品性 就是你等于就是 比如说您认不认我 如果您认我的话 我给您打电话 这个是不是 他也有这种行业地位之分 对 就是你艺统的话 就我也特别奇怪 同样大家都做艺统 怎么有些人 就能做出行业地位了 就还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怎么做了半天 就没有行业地位 我觉得我讲一下 我跟程龙大哥的合作吧 他是特别喜欢你认真的认 你承诺你沟通到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他就会跟 对你的第一次 就非常非常的信任 而且他会能全程地 配合到你 不会给你讲任何一个 说叫no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词 那他会觉得 我在这个时候工作 跟你工作时 我们建立的是 同一水平上的信任 专业让人敬重 同时呢 人品让人信任 两点并驾齐驱 这样的话 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那我们就说说 在这个行业当中 身体力行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当中 你们的工作方式 工作的时间规律 是不是特别的不定下来 每天都是很癫狂吧 刚才我从现场来这儿 我切了七十多个电话 都接不进来 然后手机已经没有电了 就这个过程 其实特别特别的焦躁 然后呢 刚刚还有某个艺人 然后呢 因为他要调所有的化妆间 然后这个调不单要调 我还要给他再单独 开一个临近宾馆的一个房间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然后呢 就有可能 我们明天的那个 某一个环节 就不参与了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们还要 工作当中要受到屈辱 是吧 我觉得不是屈辱 其实你在去做具体工作 你要完成它 你要用你所有的办法 去完成它 我觉得不是屈辱 你热爱这个行业啊 其实有很多粉丝 相视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们是和明星 接触的最近的人 你们是中间的这个桥梁 其实有的时候 粉丝的一些狂热行为 对你们的工作是有干扰的 比如说某个明星在台上 被粉丝的水平给扔中了 那么作为艺人统筹 是你把人家醒来的 你应该怎么做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事情 就是也是 现在很火的一个组合 他们的粉丝真的是太吓人了 然后呢 我们当时邀请他过来之后 前面已经做了万全之策 但是后来还是有疏漏 就是有他的疯狂粉丝 专门从香港飞过来 要看他们表演 然后买了我们一个 厂工老师的工作证进来了 还有人卖了这工作证 对 这真的是 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也是工作人员自己素质差了点 没保守住底线 然后呢 到了现场之后 其实他们也不想干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艺人 他们基本上就是 我只是想进来看你一下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特别好 那个什么的 只能完事了之后 你去跟艺人说一下情况 对 赔个不是也就这样了 所以做艺人统筹的前途在哪里呢 女人要结婚 男人要找老婆 你不可能做一辈子艺人统筹吧 艺人统筹我认为它其实这个行业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很 很很很好的一个职业去看待的 它未来的东西方向很多 其实我们可以往制片人方向去拓展 那另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往演员导演方面去考虑 我们更多嫁接于跟制片人 四方导演之间的这种一个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桥梁 对 目前其实在好莱坞 Casting 团队 就副导演团队 是一个演员非常 整个行业非常追捧的一个职业 演员都是为 Casting 团队里面的副导演 或者演员导演为马首是站的 就他们和演员的关系 甚至要好于经纪人和他们的关系 这个在中国目前来说 仅仅是一个起步阶段 我觉得未来的空间还会很大 非常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影视的市场 然后大家都越来越专业化 然后越来越垂直化 那比如说现在有很专业的这种制片公司 那我觉得艺人统筹这个职业 它也未必会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企业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 更专业化的 然后它 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其实做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一个整盘的 你们对想做艺人统筹的那些年轻人 有什么忠告 我觉得大家想要进艺人统筹这个行业 我觉得就放开胆子 然后我们可以先从艺人统筹助理开始 后面一点一点的 步入到正式的艺人统筹这个行业来 两句话吧 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游 只要你有本事你就来做 好了 我觉得做艺人统筹也好 做经纪人也好 最需要的是一颗平和的心态 你身边站着很多明星 每个人的成长路径都不一样 有踏踏实实这样成长起来的 有走捷径起来的 有靠着脸起来的 看着他们红的时候 你要有一颗按耐的心 你不能说我离他这么近 他这么红 别说我不能红 那你肯定做不好经济 也做不好一人统筹 你只要有一颗这样的平和的心态 甚至有一点点淡泊明丽的心 你才能把你的工作做好 否则的话 你每天可能都痴迷在 别人的梦想当中 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解读了这个行业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 和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谢谢两位 来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大家好 我是杨海凤 鸟鱼高飞先振翅 人求上进先读书 我喜欢读书 喜欢品读历史故事 了解人性优点 拜读大老经历 我喜欢与人交流 包括针锋相对的辩论 激情四射的演讲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杨海凤女 本科制药工程专业 在场的观众们 观众朋友 海凤 我从遥远沙漠边陲的甘肃 来到了美丽的海滨 成为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于个人特点而言 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且现已通过一系列的兼职 自学成为一名培训讲师 在工作方面 各项业绩均处团队第一 在校期间多次参加相关活动 并斩获相应奖项 在生活方面 大二开始生活自立 现已购得自己的一辆爱车 并且现在有存款十余万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二十三岁有车有存款十余万 还不错 我对杨海凤这个选手的第一印象 是非常好的 我会觉得他的气质也很优雅 而且他一点点都不触场 还能够跟主持人这种谈心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恕我直言 你上面写的二十三岁 但看你脸上的沧桑像三十二岁 岁月留下了痕迹 你是不是吃苦了 从小开始吃苦吃到现在了 所以看起来比较苦 我这上面写的你的家庭状况 比较特殊 对 其实他们两个相差的年龄比较大 这个刚开始小的时候不能理解 不同意 后来大了 也觉得就这样吧 大多少 二十二岁 父母是处于离异的状态 对 小学到初中期间 一直都是爸爸带我 高中到大学期间 一直都是妈妈带我 那所以说这上面写 你从小就开始能够自立生活 对 因为小的时候妈妈不在嘛 然后小的时候就放学以后 就开始在家做饭 七岁就会做饭了 咋哭了呢 没哭 哭了 没有 我都看见了 往事不堪回首 大学期间都忙着什么呢 从大一开始我就做兼职 别的人可能七点钟起床 我每天早晨就是五点四十就会起床 起床去卖早饭 那个时候 刚开始挣的也并不是很多嘛 一个小时都是小时工 一个小时是十块 为什么要让自己过得那么苦呢 并不苦 还好吧 不苦 还好吧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忙碌嘛 不喜欢让自己闲下来 因为忙碌能够给自己安全感 是吧 累了想想光头墙 饿了想想灰太郎 你的思想很有意思啊 其实从你刚才所有的描述可见啊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 其实能够经历苦难 能够吃苦 对 同时还保有一种善良的人 你刚才一上来 你就说我有车 我有钱 其实按道理来说 不像一个求职者 在介绍自己的时候 应该介绍的一些个人情况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是缺乏安全感 对 其实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比较外向的人嘛 但是在我私下 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嘛 我其实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就是私下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 那你今天来面试什么工作呢 你这种性格 培训讲师类 助理类和营销类都可以 培训讲师 之前有从事过那个演讲口才培训 现在在做这个工考培训 面试讲师 别的不考虑是吧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人带我的话 助理类也可以 因为我现在是 什么助理啊 业务助理还是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如果你想做助理的话 你想做谁的助理啊 我觉得五八同城段总 段总的助理 还有优生教育的 为什么要做段东的助理啊 因为段总年龄比较大 我有阅历 我怎么感觉你选择 我怎么感觉你选择段东做你的老板 跟当年你母亲选择一个 比自己大二十二岁的男人有点关系 对 想歪了 陀老师你想歪了 我没有这方面 我真不是想歪了 其实这是一种情节 你知道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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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这种情节会 嫌疑莫患 嫌疑似的 我觉得陀老师并不是说 你要找这个段总当这个 对就是你人生的配偶对象 而是说你潜意识里边有一种喜欢年龄更大 更成熟的男人 他就是说你有恋父恋母情侣 对对对 那个小杨我其实想问 你说选BOSS的时候 想给他当助理的时候 你是以什么标准来选这个BOSS的 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一个职业定位 另一方面是学习的一个内容 你要求薪水多少 八千加 有还不低 我说底薪哦 是的 八千 有低于限制吗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不要在北京 来 第一轮选择学习 好 还有十一战争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我还想回到这个薪酬上来说 就是小姑娘你今年刚刚毕业 对吧 现在大学是一个省重点大学 它并不是全国重点大学 你给大家讲一讲 你开出八千块钱这个工资 实际上在这个市场上 你是略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的 为什么定这样一个薪酬 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包括我以往的经历 那么现在都是一步一步 现在都是往上走的 那么包括我之前 在成为一名讲师之前 那么先做的是这个演讲口才培训嘛 为什么我的业绩能成为第一呢 就是因为我愿意去 把人家不愿意待见的那些客户 去与他们去训练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训练吧 今天正好啊 我们就把这个十二个boss团的成员 都当做是口才特别差的人 所以你现在呢 就是通过一个会销现场 用最短的时间 让大家来参加一个培训 我看你会销的感觉怎么样 如何 那么一个人从一岁开始压压学语 一直讲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 甚至是临终之前 那么其实讲话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 但是好像并没有人去教会过我们 如何去讲话 如何去与人沟通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或者工作当中就会去发现 当我们没有好的沟通能力 没有好的交流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的销售 或者是我们与人的沟通 甚至是我们与亲人 与朋友之间的交流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些阻碍 不可能啊 我们从一开始学说话的话 父母就告诉我们要怎么说话 出门演好事啊什么的 这难道不就是培训吗 还需要做专业的培训吗 其实是这样给您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现在从事 这是一个销售行业 那我通过两句不同的话 我不想从事销售行业啊 谁说我毕业以后 我是央卡大学毕业的 因为我做财务的 对 我做法律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做法律的话 这个就更需要去学一些 演讲口才方面的一些技巧 你现在已经在犯错误了 现在开场那太像演讲了 林肖的角度是什么 如果你面对了12个大学生 为什么要锻炼口才 你马上要应对什么东西啊 面试 学习在面试 观察抗压力面谈的技术 对不对 对 我现在就是还没讲到 童马老师已经把我要讲的话给讲完了 你是一个有那么多经验的一个 会销的一个演讲师 你不要怕他们捣乱 他们越捣一次乱 越体现你的能力 律师当然需要口才了 律师不需要口才 怎么进行变空 在会销过程中任何人打断你 你都可以说 你要接住他的话马上就说 对 你的问题非常好 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 参加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有这一项 你得把你的主题讲完 不然你就老是断点 而且你针对一个人回答 只是他的问题 其他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 对 你回答我的问题 其实按照我的逻辑走了 容易把你的演讲带偏 其实 当时说十二个老板就是学员 而这块确实角色没有一定的转换 当时确实是比较紧张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所营销的这个内容 也是之前所不熟悉的 刚才会销的水平是挺一般的 可是你们要注意一个数据 他如果一个暑假 能招一千个学生 你这个用户获取很厉害 你从哪搞了这么多学生来参加你的课程 讲讲这个东西吧 是这样的 我们是培训机构 跟学校是以合作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招生 那么我们招生的对象是大一的新生 这个关键点 这个渠道是你谈的 进校这个渠道是你谈的吗 进校的渠道不是我谈的 他是这样 是学校的培训 他就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会销的执行者对吧 对 那刘慧普说那就不成立 你觉得到底是因为你讲得好 他们报名的还是说 这个正是个刚需 这个肯定是跟讲师 这是刚需 其实老板呢 对我们招生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偏差 他可能认为是在这个招生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去了以后 这个学员都是一个刚需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需求 跟客户的需求其实是一样的 也需要你去讲给他 他到底需要什么 我是带着非常大的好奇 也特别认真的听这个女孩子 去讲述她挣钱的经历 但最后听到后面 可能跟我想中 还是有点点不一样 我会觉得她最好的 她这里头做的比较好的 其实是整合了这个资源 也就是把这个流量的路口 找好了 我替你说句话 因为我认为你这个环节 才是最重要的 客户资源或许虽然很简单 但是讲师可以有很多个 这200个人里面的 七八十个是你说服 来上这个课的 对 这就是价值 对 这就是我说服的 所以这就是你应该 只八千的原因所在 你那一批讲师里面的转化率 是不是都有这么高 对 是我的 是最高的 你是最高 第二名跟你相差多少 一场的话我能讲 我能报名的能有七十个 别人可能三十个 都不一定到 就是到你的一半都不到 对 那你认为 为什么到你的一半都不到 你的能够 对 一方面是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会去分析这个东西 对他以后有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客户的一个需求 第二就是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会去给他讲到 我们后期老师对他的服务 会给他做到的一些保证 那么第三就是包括我的一些 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些 学生跟学生之间口碑相传 其实当时我解释了一大堆 但是我感觉当时确实没有反应过来 跟我预先设想的也是不一样的 看到现在我前面没有问问题 就是我的确觉得你从上台以后的 临场反应能力 共情能力 以及你的情商都还不错 但是我到现在 我其实觉得看下来 你更像是一个包装好的自己 他可能真的到达我们的企业以后 不是一个稳定性很强的员工 因为他对于物质的需求 可能会较其他的人来讲更强烈 那你到底是在金钱和安稳上 你选择了哪个呢 可能是我的一些过往经历 从大学里面做各种兼职等等 可能给老板一种扭曲的感觉 就是我可能就是奔着钱来的 他质疑的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面对 不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 因为我认为 金钱是每个人都渴望的 好吧 对金钱的渴望 和对于企业的忠诚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两回事 只要这个企业能够给它 带来长足的动力 对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七盏灯 给你的这个角色助理这个打败 带动体育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HR专员偏培训方向 58 感激这边给你的岗位是58速运 渠道部门的渠道经理 可以给你的岗位是大客户交流经理 我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培训总监的助理 另外一个如果你想挣更多更快的钱 那你可以去到我们的任何一个城市 做储备的营销的经理 我们提供的岗位有两块 一个是我们培训部的类型师 第二个是我们的商业讲师 斯凯勒给你的是一个加盟拓展的一个岗位 一个女生靠自己 有了十万的存款 有了一辆车 这么独立自详多好 而且她在前半段那个讲中 没说的 我看她流眼泪了我就没说 她还资助她那哥呢 你想想看家里面父母离异 父亲基本上是管儿子 不太管他 然后呢儿子也不怎么争气 但她呢你说她企图心强 她不企图心强能怎样 她只能靠自己 是吧 当一个女人能够靠自己 企图用一些物质 又或者是工作上的成绩 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一点考量上 她的企图心 不应该跟企业的忠诚感 把它搅和在一起 好 来 别哭了 起闪灯 你们也聊五站 留下两站 是吧 北京是吧 全哥 烟太行啊 非常好 灭段东啊 我这头一次选的时候 我剪着啊 是因为他问我地方 来 抓紧时间 谢谢陈总 有请定胜斌段东 谈钱不上感情 8000 9000 都已经达到了你的预期了 价格没有问题吧 还是你准备 给这两个老男人再谈谈这 主要是段总这边工作地点 是自己可以选吗 是 可以选 负责一个区域 未来会负责若干个城市 工资可以在家吗 段总 工资是起薪 底薪 有奖金 底薪 有奖金 有奖金 这是有加号 你想加多少 有加号就可以了 待会儿还有 待会儿还有人 会可以复活抢人的 你可以给个价格标准 你想加多少 没关系 各位老板觉得想给多少都可以 多多益善是吧 对 想的美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价格超过于9000 1万 1万 有没有烧过1万的 把另外9000 好 出了个土豪 为什么要加到1万 其实对我们来讲 几千块钱倒不是什么事 其实我倒是想 我倒是想借这个 这个亮灯的机会 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意向企业是我 对吧 然后这个 你又是干教育培训的 最后把我给灭了 没太懂 所以这时候李初琳的话 其实我倒有点想了 你未来是 因为钱会选择 脑子一蒙就乱想 因为当时 刚才钱包生活这边 给的它是一个培训讲师 然后这边 我给的就不是了吗 其实因为第一方面 这边是讲师 另一方面 刚才去 然后其实我又想了一下 这个五八感激 我的问题 我刚才说 我们的培训总监 都是大企业出来的培训总监 你恰恰是 过去是靠自身能力 你需要学习 需要有自己的套路 对吧 所以其实连充电 做总监助理 你难道没机会讲课吗 让他选吧 你是否愿让陈浩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稍等稍等 思考十秒 你先思考十秒 见到钱就疯了你 你的答案是 代替钱包生活 为什么 那因为陈总这边的话 跟着总监 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能直接上来做 这个钱包生活的一个讲师 学到的可能 是这样的 就钱包生活 我们公司非常年轻 互联网是创造奇迹的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请你黯然离场 有请陈浩荣要登场 好好考虑一下啊 镇定一下啊 镇定一下 别懵了 考虑一下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五八速运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全国性的好几个城市 都可以成为一个 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热爱生活 并且愿意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 在生活中呢 我也比较热爱自制作视频 因为制作视频 给我带了很多乐趣 今天能够登上 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圆了我 多年前的一个梦想 通过了海旋走上舞台 所以今天 我会倍加珍惜这个机会 相信今天的我 一定会赢得很多老板的青睐 张宇 男 30岁 天津人 天津商业大学本科 生物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是张宇 来自于天津 我2012年加入天津某房地产公司 就职6年期间 从一名专员成长为一名经理 那么任职是企划部 从公司6年的时间当中 我主持和策划 实施了公司近千人以上的会议 有百余次 在公司期间 我是拍摄了 13年的时候 拍摄了公司第一部微电影 然后并且有 往上比较高的点击率 那么14年 用公司要求拍摄了 它的续集 在公司这6年期间 我也是收获了很多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也是非常荣幸 也想寻求一份 跟企划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老师你好 张宇 是个老面子 这上面写 你以前来面试过是吧 是这样的 我是在2010年的时候 也是非你开播的时候 我就已经投了简历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2010年刚刚毕业 7年前 对 7年前 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 然后是小白纸一张 然后投了简历之后 连海选都没有过 所以一直也是一个愿望 也是一个想法 然后今年 是恰恰有这个机会 从练家刚刚离开 然后报名试了一下 然后就是经过了海选之后 来到这里 7年时间好漫长 没办法 需要一些陈建和给自己的镀金 然后才有机会 能够在这里 可以夺得各位老板的赏识 听说你被猎头公司猎过去 是的 对 就是在今年 然后从练家那边离开 把猎头给了一份 比较不错的薪资待遇 然后在天津那边 所以你就把那工作辞了 还没有 再职 对 那你跟那边打了招呼没有 说你要来应聘 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因为作为一个求职者来说的话 你要对每一份工作负责 因为我从练家离开的时候 我也用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帮他把我的接班人 已经培养起来了 然后也把团队相对稳定了 有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才到今年 才选择从练家离开 因为我在练家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那你的新工作 不才不到一个月 今天来到这里 是给自己 第一 完成一个心愿 第二 是有更多的机会去看一看 不是 那你这心愿要完成了 那你这个企业 不就对不起人家了吗 而且还是猎头公司 猎头公司的费用已经收了 这个东西是企业和猎头之间的一个 那你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太自私了 就第一 我是来到这里 是我的一个 多年前的一个想法和一个愿望 然后第二一个 我投这边的简历 是我从练家 刚刚离开的时候投的 那边还没有确认给我offer 这个也不能成为解释 这个你要是说 你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梦想 你已经上来了 你可以走了 但是说你当初 虽然你接到面试的时候 时间是你已经入职了 但你毕竟现在在工作 我的意思是指你可以来 但你至少跟人家打个招呼 跟人家说一声 我要到这里面试 人家没意见 你就来没关系 原来好多求职者就是这样 这个我有说过 你不是刚才没说这个 不是我说我是刚刚入职 你跟那边说了吗 你来面试 我面试我肯定没有说 你为什么不说呢 这我觉得 那你这不是就骑驴招马吗 你这里有工作 又跑去面试 对不对 而且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 我觉得虽然说没毛 就是你总有个求职动机 就毕竟你现在捧了个饭碗 我正在纠结 我说要不要来 那吐老师说的真是对的 我没有跟老板那边去明确 去说这个事情 这是自己的不对 这是什么 是这样的 这个是要给各位老板 已经有缩印板的 放到各位老板那边应该是 给你两分钟解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 就是相对小一点那个 那个是我在2014年 2014年在恋家呢 做企划主管的时候 然后呢公司要求我去 转做培训的主管 然后呢我是接触 培训三个月之后 画出来的一个 培训的一个系统图吧 另外一张呢是近期来画的 画的是给现在的公司 来制定的一个企划的 一个管理方案 其中就会包括 工作的一些细分的细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你不会用一种软件 给它画出来 这非要用手吗 不是的这是手稿 那个我们的 我的PPT版本 和World版本 有电子版 那有手稿你为什么 你这个我们看不清楚 就是啊 检查了吗 我检查了 检查了不清楚 就送上来 因为里边可能有一些 不解释了 没关系 很致命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毕竟是企划部的经历 你给老板做搜案的时候 就是这种东西给他看到吗 OK 我只能跟各位老板说 对不起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手稿 想出的想法 给大家来看一下 然后如果不精致的地方 请大家原谅 因为我的呈现的方式 并不是很对 我的能力 其实我是一点不怀疑的 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可能 因为我今天的准备 是非常非常的不充分 所以我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 所以让老板没有看到 让老板产生了质疑 第一个我呈现的这个 关于培训相关的这个 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 刚刚接触培训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我想呈现的是我的一种 学习能力和总结能力 第二个给大家呈现的是 现在的我的 对于企划工作的 一个规划和计划 想给大家呈现的 这是哪个企业的 你现在给我们这个 现在就职企业 第一个好像是念家 现在就职企业 那这个是现在就职企业的 就职企业 现在是17到18年的 那你这水平绝达不到2万 1万都是多的 好吧 那两张纸的话 其实是一个应届变身 在我们公司一点点时间 它都能够画出来 再加上这张纸 是你怎么来的 其实也很难建立 所以我会认为 它给我们提供这两张纸 是完全证明不了它的能力的 再加上重视能证明的话 它也是太宽泛了 就根本就没有进入到细节 刚才章语说 它是一个对于非你莫属 是一个梦想 对 是吧 七年了 七年了 你真的应该准备的充足一点才是 是吧 行吧 别的不多说了 你指面是企划经理 别的岗位考不考虑 是这样 我呢可以考虑别的岗位 比如说和企划相关 和培训相关的 我觉得都可以 要求薪刺多少 如果现在的话 各位老板认为 我不值这个价钱 但是我仍然要求 我的坚持我的金钱 2万 底星 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能在天津 第一轮选择 好 还有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活野台 好 先老张来解读一下 这位选手的一个个性问题 很显然这位选手是有个性 也是肯定是有能力的 但是平常的表现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他个性的一些特点是什么 个性特点呢 人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憨厚 而且呢也是有专一的精神 就是能够在一家公司做六年 只不过就是总觉得自己的能力 应该超过一万二 所以呢才想跳 出来之后呢自己呢 可能人家通过猎头把它猎过去的时候呢 以为他有很好的能力 所以给他的薪资会高 这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能力水平呢 锚定在两万左右 一出来就两万 假如说你今天上舞台说 你是一万到一万二 可能老板都会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 他把自己的定位定得过高一点 是这意思吧 有点小清高 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 长跑马拉松 我觉得我这个今天算是跌了一跤 但是这一跤跌的早 我觉得有自己的改正的机会 未来还可以再站起来继续往前跑 我想问一个品牌方面的问题 品牌策划方面的 链家也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知道链家呢 有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广告 它叫三顾毛鲁 你对这个广告的策划 你是怎么看的 当时这个广告推出的时候 应该算是链家快速发展 并且呢 是在链家15年那时候 比较融合的阶段 四大名著的这种想法创意 是非常亮的 对 然后呢 也是融合的这种 融入包容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而且呢 也是比较明快 你觉得这个广告 它这个版 它有哪三个优势 最好的优势 第一 就是容易让人家去 一眼能记住它 对 第二一个就是 把链家的承诺的点 都说得很明白 第三一个就是 让 我觉得 个人感觉 就是链家这广告 做的时间非常成功 你是规答的 实际上呢 就是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预期 也就是说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它叫回马枪的定位 还记得吧 对 就选房产找链家 找链家 对 这个是最关键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句话定位 叫135结构啊 这个你看来 你在做企划的时候呢 品牌方面你是弱的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再次确认 你的新手要不要挑 不挑 我觉得我的能力 现在已经达到了 2万的水平 所以我坚持不降 而且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能够找到 这样的工作 只是可能现在在现场 没有展示出来 第二轮选择 去后来 三十岁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对 这个今天如果有好的收获 忽然更好 没有好的收获 你还可以在现在的公司干 我想说一句好吗 你想说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今天来到这儿 其实纠结了很长时间 然后呢 突然灯都灭了之后 心里忽然了 因为自己的一些理想 或者是想法 做了一件大家很讨厌的事情 这个有点自私了 但是呢 我可以去用自己的方式 去承诺一些事情 就是我一定会在现有的公司 去做得很好 而且呢 再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也许未来我们会再产生交集 但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因为我会 今天我也是学到了 跟各位老板学了一个东西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不管你有没有 现代的一些成就 有一个充分准备 去和别人去交谈 是对别人的尊重 所以今天各位老板 也给我上了人生的一课 我谢谢各位 谢谢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说 你知道老板们介意的是 你带着猎头的这个 新工作的机会 跑到这里面是 我告诉你 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挺可怕的 其实今天你拿到 两万的工资 你不能再跳了 为什么 你是一个典型的 职能体系人员 你都干了六年了 你有没有发现 你很难将你的工作业绩 和数字挂上钩 就是你把自己的工作 可以说得很漂亮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用没有 这个在职场中 成为职能部门的危机 就是越做越乱 越做越多 越做面越大 越做越没有针对性 到现在为止 有一个老板 听明白这企划部是干嘛的了吗 没有 所以今天不是你张雨的问题 也是很多在职能体系工作的人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没有实际的业绩压力 但最后 就像你站在这舞台上的时候 你说不清楚你的工作业绩 你也说不清楚你的部门业绩 如果你不改变 两万块钱 是你的体现 张雨肯定是有能力的人 但你看他在场上 一直是如临大敌的 他一直是绷着的 可以做一个严肃的人 有效率的人 但也要做一个可爱的人 好吧 有机会我一定会展示 自己可爱的一面 谢谢 我觉得人生很长 是一次长跑 只要你能够 让自己去坦诚地面对每一次摔倒 然后抓紧时间 然后赶紧去让自己坚强起来 爬起来 去继续下一次的里程 用更长的时间去证明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自己能够 在我30到35岁之间 再完成自己第二次蛻变 人生充满正能量 生活从此不一样 我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抱怨 没有灰心 我就是一个句的向前冲 12位老板 可能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 这也正常 但是我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和社会经验 我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和亲和力 我更有一颗不达目标 永不回头的坚强的心 生活是一场竞技 灰心将会失去勇气 黄亚冰 女53岁吉林人 吉林龙井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学专业 大家好 在没有做介绍之前 我有几句话 因为我们非你莫属这个栏目 我非常喜欢 我想夸一夸她 也请朋友们配合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我上台热热场 大家的气氛会活跃一些 第二个呢 我也想以一个不同的方式 来赢得老板们 对我的欲光 因为这样呢 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打起节奏 好 预备开始 一 二 一 二 非你莫属了不起 电视节目属第一 观众朋友们齐称赞 谁要不服想咋的 谁要不服想咋的 大家好 我叫黄亚冰 我做过教师 做过销售 开过婚庆公司 也做过保健品的代理 几十年了 风风雨雨 有汗水 有泪水 有泪水 有开心 有快乐 那么最让我自豪的呢 是我有一个优秀的女儿 那么我女儿呢 是双硕士协位 我觉得这才是我人生 最开心 最快乐的事情 女儿在北京工作了 女儿自立了 按道理来讲 我也应该歇歇了 可是我心里那股劲儿 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就像泉水一样 咕咚咕咚 往上冒 按都按不住 在我结束了我呢 激烈般的婚姻之后 我就决定上北京来 找女儿跟女儿在一起 我就决定到非你莫属来 再一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谢谢 那么我要在今天呢 求得的职位呢 是跟我过去的经历 差不多的这个职位 像销售的宣传呀 推广呀 或者是店呃 店长啊 或者是说 裴系列的老师之类的 谢谢大家 吴老师还有一句话就是 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你说话 说话特别 解恶 就是一针见血一步到位 抑郁中地 对 你每次看电视的时候 都咬着牙的吧 对对对 那不是我很欣赏 你好时尚啊 谢谢 你一直都这么穿的吗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我听编导说 你不化妆是不出门的是吧 对 哎呦 每次化妆得多长时间 40分钟 40分钟啊 对 那得了 那你将来要是工作的话 就太影响工作了 那我不会早点起来吗 早点起来 对 你刚才说了半天 你跟你女儿没说到你老公了 分开了 分开了 那就不说了 所以说今天如果方便的话 我还可以征婚是不是 可以 可以 那我就争一下了啊 那你争一下 对面优秀的男士看过来 这个女人很精彩 快点快点爱过来 耶 本来吧 你不说 不有人联系我们栏目组 刚才你那么一扭 估计没人敢来 这大姐太火辣了 我觉得她的亲和力 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给人的感觉 非常的喜庆 虽然也已经50多岁了嘛 但是她的心态 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年轻 这一点的话是 让所有的老板 特别打起精神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你53岁 就已经没工作了呢 我不是没工作了 我是想跟女儿在一起 跟女儿在一起 对 你之前是干嘛 保健品的一个代理 在哪里做 在浙江 一年挣多少钱嘛 三四十万吧 那可以啊 那干嘛不干了 跑北京来干什么 就是女儿呢 现在也自立了 就是想歇一歇了 也很累嘛 很操心嘛 那干嘛又来找工作呢 想歇一歇的 心里头有不服输的劲吧 待了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待的我 东北话叫无极六寿 所以你到北京来 为了跟女儿在一起 是为了跟女儿在一起 生活呢 还是有别的目的 还是要看着她 这个目的我不敢说 说 说了我女儿就把我撵走了 我要的就这效果 我 我女儿的年龄也不小了 家里人都挺着急的 把我派到北京来 是想希望我女儿 早点成家立业的 多大就毕业 我女儿 她赠我呢 在现场 对 说她多大年纪啊 28 28 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老板好 这个黄雅斌女士 就是我的妈妈 是你的女神 我感觉你们俩在一起 是女神和女汉子 对 我那个外表比较中性 她要逼你结婚 都逼到北京来了 其实她是更不放心我吧 就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在一块 我妈妈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我也有自己的学业 长期在外面 就是两个人也是不在一块的 你母亲来今天来应聘 她虽然说是说到北京来看着你的 但她说她会带出病来 你觉得你母亲最适合干什么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和组织能力的人 因为我在山东上学 所以她就在山东有自己的一份事业了 我从一开始去饭店里面当一个很普通的这种服务员 到后来成立自己的演艺公司 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打拼出来的 你母亲特别不容易吧 对 听说你以前是在澳洲留学是吗 对 所有的一些费用都是母亲来担负是吗 基本上是的 所以母亲在你心目当中的确是个女神的存在 对 她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成长的榜样 行了 我们聊我们的事 我们聊我们的事 好的 好了 你今天来应聘的是 店长 销售 管理和文化宣传 你要求心思多少 我写了一个五千 你上一份工作大概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上一个月自己开店 那个挣得多 所以你到我们这儿来是玩似的吧 不是这样的 会好好干的 那你有没有异象的老板想去哪家公司 我 不认识 我没记住 一个都不认识 你看菲尼莫属的吗 看 看怎么可能记不出老板呢 刚才还在那儿唱呢 菲尼莫属 感觉你是个假粉丝呢 对 销售上的自来手 对啊 跟你喊说我又见您了 其实没见过 好尴尬 很多老板我不认识 还有企业呢 我还对不上号 这个是我这次呢 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在这里我再一次地跟各位老板道歉 第一轮选择 薛伙伟 还有小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来 路花儿白 路花儿美 我喜欢天飞 千丝万缕绵绵绵 路上彩云追 追过山 追过水 追过山 追过水 花飞为了谁 大年成唐人双醉 相思花为美 千与万丰 千与万里 梦相随 我 往故乡抽光逃 早带红花炮成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她的歌声还是很优美的 听她唱歌的时候还是蛮享受的 她做过婚庆主持 对 她能一个人足足跳满一张光盘 对 唱 一个多少十 唱 是吧 对 但这个我们这儿用不上 我们这儿不招歌唱演员 实际上我就是最喜欢做的也是 我就最开心的嘛 还是那十年的婚庆工作 如果她做婚庆方面的活动执行 能不能做呢 这有点大了 这个要做婚庆这一块 她的年龄 我们还没有谈到 你以前工作的一些工作的成绩 你说想做店长 你说说你以前干那店啊 干怎么样 还行吧 原来是什么样的店啊 多大面积的 我那个店当初是一个400平米的店 还蛮大 400平米的店有几个人呢 雇了员工有五个人 雇了五个人 每个月的流水怎么样啊 还算是一般吧 不算太好 那你怎么管理一个店面呢 主要还是相信员工 另外呢还有就是老板呢 说话就得算数 那你怎么给员工做绩效管理呢 这听不懂 就提成 你会不会给他们提成 会提成的 对 比新家提成的 他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在管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做行政啊 对 不是挺好的吗 但行政可能会有点点 对好多东西 他会不了解 电脑的操作 就是基本的暖架会吗 会有点大家沟通起来 他确实最适合做店长 你说他哪儿适合做店长 第一,他很开朗 然后第二的话他有经验 他管理过店铺 然后第三的话 他刚刚说那个活动 他特别热闹那种 其实店里面就需要这样的 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店长 目前是消灌 他年龄也是接近快五十岁 跟街坊邻居关系特别好 所以他生意的复购率特别高 就是我有个好奇的地方 他那个跟我们谈 就是您上台以后一直都信心满满 就是我特别期待 谈谈你这个店的经营和业绩的 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说一个月挣一年的话 纯利润二三十万 这是您说的吧 对 一家三线城市的店 也管了几百平了 纯利润一年有三四十万不低了 咱就谈谈你怎么经营这家企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企业 有线下店面 人家很看重你待人接物 和基础人员管理 这你要说一下 好不好 首先我这个亲和力 大家都看到了 我跟员工的关系都特别的好 相信员工 纵用员工 还有就是跟顾客的关系 也处得非常好 我的顾客跟我都跟亲戚一样 跟亲人一样 比我妈都亲 这个听不出来 既然曾华 您有店面吗 您按店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考考大姐 对 就是你当时那个客流有统计 然后包括你们一共有多少SKU 你那个贫校这些有管理吗 然后呢 那个你当时投了多少钱 当初投资是这样的啊 就是首先是租房子 钱是自己掏 然后呢 进货钱是自己掏 投一年还赔钱了 几乎就是三十几万是赔进去了 然后第二年开始 一点点好起来了 哎 我都想听听你怎么好起来的 第二年开始产品呢 被顾客认知了 自己在这个经营当中 不断地学习产品知识 把你了解的产品的知识 讲给你的顾客听的时候 有了共鸣 顾客一看啊 确实这么回事 那产品就卖出去了 咱卖个产品 卖个产品 对啊 你可以卖给我吧 就卖一卫诗嘛 就是我是最不适合 最不需要面膜的 天生丽质 刘总 这个天生丽质 想不想继续丽质下去 想啊 谁想 想爱美之心 对啊 就是这样嘛 想永保青春 肯定要保护自己的皮肤的 对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 现在冬季啊 是我们皮肤是缺水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面膜呢 它是铺水的时候非常好 这个我真的不缺水 我在海边 在青岛那个地方 天天吹海风 就讨厌那个潮湿 海风你以为吹的是好的吗 那个风本身吹起来之后 皮肤会干的呀 这个它潮湿啊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一点不干啊皮肤 它油的 我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超出我的这个想象范围吧 没有想到 男同志啊 可能是对这个保健品的认识不足 那么对女同志来讲呢 她是非常非常的在乎自己的皮肤的 你可以把它呢 送给你的爱人 我爱人呢 倒是需要啊 但是她很可能 皮肤是那种 非常干燥的那种皮肤 是吧 我不知道你这个 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呢 那正好 这个正好嘛 它不是干燥的皮肤吗 对啊 一般实际女同志啊 可以这么说 百分之百都需要 对 价格贵吗 价格适中 她接触的好多的这个 卖这个保健品的 就是这个面膜的啊 我也不知道她喜欢哪种 如果我来给她买的话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啊 那她的这个平时的习惯是什么呀 她是喜欢高档的 还是喜欢低档的呀 哎呀 我告诉你 她是喜欢低档的 不喜欢高档的 今天正好我们搞活动 正好搞活动 你买一盒我们还送一盒 这个买一盒送一盒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 这初遥方式吧 就认为你这个产品 你可能反而不好 你赠送了都 你就相当于打折了呀 打五折 这是搞活动 平时不是这个价格的 你今天来着了 你今天早来一天 晚了一天 多么有这个机会 就今天你来得太好了 太是时候了 你也说明天买的话 明天来肯定涨价了 回去了 行了差不多可以了 谢谢 挺好的 我觉得它卖面膜的皮呢 其实是一种社会纪念 它并不是从产品啊 从这个人的需求的角度 聊得多好 但是我是觉得 它的那种亲和力 包括它这种主动性 还是可以的 促销的时候 现场促销 我一直始终坚持 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用户思维 就是你一直没有问 我觉得我夫人 更详细的一些 她的这种需求 这需要什么 洞察力 联想力 还有一个是敏感度 我觉得你很可能 这个敏感度 和洞察力方面 还弱一些 你的联想力还可以 很快能够转到大去 灵活性有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大姐很有热情 和亲自力 但销售的技巧 还得欠缺一些 来 第二轮选择 许高龄 还有四盏灯 我给你两个岗位 给你选择 第一个就是青岛的 青岛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做运营 第二个就是北京 北京幸福彩虹搬家 你可以很快地融入到 我们培训的体系中来 建体系 同时你也可以当培训老师 我这边给你的岗位 是五八道家的 经纪人的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的北边 我们亚唐小超 给你的岗位 就是我们北京的店长 您看您跟你女儿 就是在哪个社区 比较近一点 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个 就是在社区里边的 一个超市 我这边有一个店 是有住宿的 就也是给你店长的岗位 就在五颗松华西店吧 你算是很幸运的了 有四家供你选择 你好好考虑一下 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好吗 去吧 下面一盏 有请杨盼段东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五千 五千五 就这样的薪酬 还满意吗 还好吧 还好吧 你可以讲的 这叫弹琴不上感情 你要涨吗 涨更好呀 要涨多少 直接说嘛 开价嘛 亚汤 涨多少钱 再加点吧 加多少嘛 你直接开价嘛 如果说 要是没有住的地方 是不是还得租房的呀 大姐 这事是这样说 你住房的这个问题 不应该是企业的成本 我知道呀 你要加钱 你可以说别的理由 更容易说服它 好的 我跟你说一句 我们的北京的店长的话 有的有一万多 有的两万多都有 我们的销罐的话 近击快三万 所以你还加吗 这个是看你个人能力 是不是 对 尤其是底薪 因为是店不是销售 所以我们说真的 不要把这些规矩破了 因为我相信您一定会成为 我们北京的销罐 谢谢 谢谢 好 大姐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你思考十年 五八亚唐或者是谢谢再谢 你的选择是 亚唐 去吧 我这个年龄比较大 那么有这个老板呀 肯用我 我都非常高兴的 那么我的职业规划和打算呢 我是想回到公司的发展再进行吧 对我自己来讲呢 只要给我一份工作 我都会认真地去做的 我将以饱满的热情 积极的工作态度 完成老板给我的工作 找工作上万热门工作任你选 欢迎通过五八同声和感激网 报名参加本节目 精彩生活多一点 本栏目由钱包生活特别赞助播出 报名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非女莫属的 全凭2010H126等号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